上一期视频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升级版的硬库RE 有不少小伙伴也来我的小店来捧场 那么金水在这就非常感谢 那么最近有许多小伙伴在催更金属的顶盖 今天终于到货了 同时我在进行淘宝店的时候 也发现了不少小伙伴对主动散热跟被动散热 是比较难以取舍的 那么今天这几个问题就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异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金属顶盖的外观 大家可以看到金属顶盖是CNC一体成型的 氧极氧化的手感其实摸起来非常不错 右手摸起来的颗粒感非常的适中 外壳的匹配度跟气候度都非常的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它内部这一块是突出了一块 可以更好的贴合NVMe 但是它距离硬盘还有一点空间 官方标配是2毫米的散热贴 金水在这建议大家购买3毫米的厚度 这种导轴硅脂贴弧度会更好 由于这个井盖是由一整块的铝合金CNC而成的 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低 那么其实大家还有另外的办法 你可以买这种散热的马甲作为替换的方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在没有散热 或者是加上散热马甲和加官方的散热顶盖 到底在散热上有什么区别 首先在Windows系统 在没有任何散热辅助的情况下 室温25度在待机7个小时左右 在Ita64下可以看到NVMe的温度在59到62度左右 然后我们换上散热马甲 再把原来的散热顶盖安上去 依旧是Windows系统7个小时的待机时长 温度最高在48度 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明显看到 加了散热马甲之后 温度有明显的下降了 当然如果你不怕落灰 你可以不盖那个盖子 这样根据室温的不同 它整体的温度还会有1到2度的下降 最后我们安上金属顶盖 使用散热马甲同款的导热硅脂 在所有的测试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 同样待机7个小时 这个时候硬盘的温度最高在35摄氏度左右 那么我们把这几个温度放在一起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散热马甲跟金属顶盖的加持下 温度下降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这两个之间差距也在10度左右 当然这还不算完 我们接下来给硬盘做一些压力测试 使用DiskMark连续测试三次的读写 在这个期间我们观察硬盘的温度的变化 首先是散热起片 在测试到第三次的时候 硬盘的温度已经在53度左右了 机器表面温度会在34.6度 接下来我们换上我们的金属散热顶盖 在测试到第三次的时候 硬盘的温度会在48度 机器表面温度会在31.3度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张热成像图 可以看到温度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由于金属顶盖是全金属一体成型的 它的热容积跟散热面积会更大 整体的温度分散会更加的平均 可以更好地把热量导到外部 而散热起片由于散热面积相对比较小 而它的热容积也同样比较小 又加上顶盖之间的阻挡 它不能跟外界直接进行热交换 所以温度会聚集在一个区域 这样看起来它的温度就会更高一些 那么如果你想使用散热起片的时候 建议打开顶盖 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当然这个时候 你需要接受它的不优雅 和它落灰的这些隐患 虽然金属的顶盖 无论是从质地还是从散热表现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地不错的 但是我也相信 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刚需 那么如果用U盘或者TF卡装系统的小伙伴 可以在M.2外接一个WiFi的模块 这个时候 大家就把之前的塑料顶盖翻过来 可以看到塑料顶盖上有两个卡槽 这个卡槽就是给大家预留的天线的位置 如果是金属顶盖 就不能实现这种功能了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追心 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好 下面来说一下主动散热跟被动散热 那么相信大家都知道 很多传统的公共小主机 由于工作环境跟使用场景的限制 基本上多用于被动散热 它的优点其实很明显 它可以适应更恶劣的环境 基本没有什么噪音 但是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 它不太适合放在空气不流通 或者比较狭小的地方 因为被动散热的特点 主要是需要靠更大的散热面积 来增加跟空气的热交换 从而来更多的带走设备产生的热量 来进行散热的 而主动散热的设备 其实有天然的优势了 有了风扇的加持 散热面积就可以适当的做小一些 而散热的表现 比被动散热也更容易控制一些 它的缺点其实也比较明显 那就增加了风扇 它的功耗会增加一些 而且风扇在工作的时候 也会产生一定的噪音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适合在户外 或者是一些严苛的环境下工作了 那么为了大家可以更直观的理解 这两者的区别我们做了下面一个测试 我们使用硬控R1N5105的版本 跟我手上的一个被动散热的6412来进行对比 由于精神手边并没有5105被动散热的产品 在这我们就只能选一个功耗 都跟5105差不多的6412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我们的测试温度在25度 使用同样的系统同样烤集30分钟 这个时候两者的CPU核心温度都能达到75度左右 金属顶尬的R1的外壳 它的温度会在35.5度 6412由于是被动散热 机器表面的温度可以高达50度左右 摸起来还是比较烫瘦的 那么通过这个对比 其实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主动散热跟被动散热的散热效率上的差距了 像R1这种主动散热加被动散热的组合 它的散热模式优势就更加的明显 在这也温馨提示大家 如果大家想使用被动散热的设备也是没有问题的 建议在设备的外面加一个散热的风扇 这样的散热效果会有明显的改善 有些小伙伴会把硬控R1放在桌面上 感觉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是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环境 距离人太近 所以声音会真的是有一点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硬控R1这个设备在定位初期 就是作为小型的服务器或者是路由器来使用的 设计方案本身它就不适合放在桌面上来使用 建议大家还是放到弱电箱里 或者是最少离人大概一米左右 甚至是一米以上 这样你才不会感受到风扇的声音的影响 最后金水在这给大家报个料 厂家那边也正在研究被动散热的版本 相信今年下半年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对于风扇或者噪音零容忍的小伙伴 可以期待一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一些帮助 麻烦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 最近有片段推动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机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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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